嗯 稍等一下啊 先走过这一段再说 车太多了一会儿 慌哭着说话了嘣 没看前方那儿 这不是有点搞笑了吗 晚上这个画质就是这个样子了 没办法 白天还能好一点 晚上这个 总之是扎的不能再扎了 好 我们来聊聊今天整体的一个 经过和收获吧 其实今儿还真是挺热闹的 我很久没有 我很久没有 有那么一天觉得有那么多事情干了 因为以前的话呢 做自由职业者 你很多时候就是在自己家里面 然后上网是吧 更新一下这个更新一下那个 你都不需要去参加多少的 比如说这个线下的事情 然后事物性的东西比较少 你需要赶到某个地方去 然后做个他们的东西 这种事比较少 今天不太一样 包括今天想露脸了 其实一个原因是因为今天稍微把自己捣出来一下 该刮的胡子把它刮了吧 过多的话我还是不太想把自己的脸放上来的 好来聊聊了看看今天上午都干了些什么 下午干了些什么 上午首先还是抖音那边一个小时的英语直播 英语的直播 那么这个礼拜的第二次是吧 星期一三五上午都有一个小时 今天是剑桥英语语法的第十三到第十五 十三到十五章 下一次的话就是星期五 后天 后天十六到十八 今天算是没有什么特别大的突破 没有真的涨粉也没有 像上一次有人跑到我的直播间来 跑来问一个关于拉丁语的问题 不管吧 只要能来折腾就是好的 不管他来问什么问题 现在的话那边就是需要有人来 好 这是第一个事是吧 直播一个小时完了之后 还是花了大概五分钟时间 把最后一道大题重新录一遍 然后重新以视频的方式投稿 也算是现在的一个常规了 如果你想看的话 你其实可以到视频号我的主页上面去啊 最新的那个就是啊 走 整完了英语 然后就是希腊语 昨天晚上其实本来就想录 在 在家庭新城那边的时候 电脑没电了 然后我就找不到一个 呃 星巴克里的空位子 也没地方去插电 没办法 加上晚上本来回来就有一堂拉丁语课要上 几个事情裹在一块儿 昨天就没录成 等 今上午来弄 我以为半个小时内能搞定 没能搞得定 但是还是有一点说中了 确实 加勒泰书第二章的后一半比前一半简单 那前一半是真的难 前十节经文我当时录了四十四分钟 后十一节经文我录了四十分钟 好歹算是把加勒泰书第二章给录完了 也还算不错啊 也还算不错 其实整个加勒泰书都不长 那我希望能够在比如 星期六给学生上课之前 把第一课回去把它补完 明儿星期四后天星期五 理论上来说是有时间的 星期六就不敢保证了 星期六估计课有点多了 尤其是早上很早就要去上海 还真不好说这个事 反正不管怎么样吧 呃我希望这本来就不长的只有五张的加勒泰书 能够至少同步于我的课程把它给干掉 把它给录出来 同时它也可能是个开头 可能是个开始 从它开始也许可以继续 比如这本书做完 做下一本 是吧 先从那些比较短小的开始 能够找到相应的教材 就找相应的教材 没有相应的教材 在后面吃饭之一方面 另外一方面是搞定了一部分的自己的社保问题 毕竟作为一个自由职业者 可没有一个单位给自己交很大一块 都得自己来承担 也算是明确了一下下一步的一个你可以说是一点责任或者说一点压力 你得把不光是自己的房租还得把自己的保险这一块给挣出来 这一块的话一个月其实全部得自己来还是得有钱多块钱呢 哪怕我是使用最低的基数也有一千多块钱 努力为新的一学期是吧 好在昨天好像已经开始开张了 昨天已经有两个孩子来交学费了 希望吧 希望开学之后能有更多的一些生意 或者说一些业务 然后就是下午我的圣经课的第二节 那就是我还是那句话我是学生啊 圣经课的第二节 我把先前第一节的一些东西给了我身边的一些其他的基督徒去看 那么他们看完之后有一个小反馈我也给了下午这个老师来看 我也想听听他的什么意见 总体来说他给出的说法就是世界很大 信这个的人很多 每个人的深度都不太一样 所以想法各一 也没什么毛病啊 其实我觉得还算是挺高欣商的一个回答 毕竟怎么说呢 他其实跟我同龄 你说都 是吧 多少都已经到了这个份上的年龄了 我还去好像为了一些什么东西去揪着不放 去特别特别的斩铃截铁 我觉得似乎也没到 也没了那个那么那么的锋芒毕露啊 好 然后是今下午的第二次课 第二次课 我印象中最深的就是我最后问了他一个问题就是 那你有怎么保证你的教导是对的呢 你的教导就是全对的吗 那么用他的话说就是 现在跟我说很多更深入的东西还太早了 等我们慢慢学学到后面的时候 也许我自己就能够明白了 大概就是现在他对我的大概态度吧 你还太浅了 好 整完了他那个课程之后 今儿晚上去了一个家庭教会啊 今儿晚上有一个查经班 我已经有不知道多少年没有去过 家庭教会的查经班了 在上海 也算是最近 我这也不知道为什么突然一下子好像 基督教这边的朋友们爆棚了 好几个 好几个 每天都好像都有点 新人加入 然后有点新的东西扔给我看 或者新的消息给我 新的推荐 比如说他就推荐了一个 他自己熟悉的教会给我 我觉得我就跑过去了 其实还好吧 我没有觉得过于面目可憎 也不至于 我还是那句话 就像我报这个圣经课程一样 我不是去跟别人吵架的 不是去跟别人抬杠的 吵架的 没那么无聊 有那时间跟别人怄气吵架 还不如多花点时间来输出一两个视频 还来得更加的实在一些 包括今儿晚上这个 具体的它的一个内容 我就得不去一个给各位复盘 如果你感兴趣 如果你感兴趣 你可以去我的小破站去看我今天的日记 日记上其实后面附了一张图 包括如果你是我的微信朋友 你也可以去我的朋友圈去看啊 后面附了一张我当时相当于记的笔记吧 除了有它的反书的笔记以外 还有就是整个它的流程 比如说什么到什么时间干了什么事 我大概记了一下 对于我来说已经很久很久没有去听过这个事了 如果跟这个有点类似的呢 是过年的时候 我当时去贵阳 然后开短讯班的时候来报名的那一位 他其实自己就是一位传导人 后来我去蹭了顿饭 因为他们有一场爱宴啊 也差不多就是在过年前后一场爱宴 然后我就顺便吃了个饭 吃完饭之后他就在那儿 要干他的工作是吧 得在那个家里面去 但是主要是其实对着网络 对着网络讲道啊 但是我其实那个时候没怎么听 我没怎么听 大概看了一下他的工作状态 我就走了 而你真正的是在一个家庭里面 家庭教会里面从头听到尾 比较完整的这个听到 我觉得真的得小十年以前了 恐怕真的得算回我的深圳岁月啊 这个My good old days 我的过去的好时光啊 虽然说深圳时候过得不容易吧 但很多东西都是经历之后 很多年之后经过一些时间 把这个旅行家 当然你的感觉就不一样 所以有时候是人就是这么奇怪 对吧 人就是这么奇怪 以前觉得很苦闷的东西 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回去看 似乎没有那么坏 没有那么糟 当然这个有时候也有点危险 就容易变成烂好人一个 变成烂好人一个 本来是一个非常恶劣的事情 因为时间年代久远 怎么怎么样 好像那个恶劣的事情变得不太恶劣了 我觉得这个事是有问题的 是有问题的 就像我以前批判过 老人家最后会跟自己的荒唐年代去打河一样 你打河是为了寻求你自己内心的一定平静 但是你不能够去粉饰太平 以前那个错误的年代就是错误的年代 这个不能去打这个 青春如火青春于事 那些东西都对了 不对啊 不对 对就是对错就是错 你只是活在那个里面的一个鲜活的人吧 好再来说说看明天的一个大概的安排吧 明天是星期四了 星期四的话没有英语的直播 但是明天有一节课 就是我说的那个圣经课 大概每个礼拜是三次呢 所以明天还有一次 用那个老师的话说是可能会给我提下速 就是整体来说我好像是属于那种可以跑得快点的那种 尖子班学生嘛 对我来说不是坏事啊 不是坏事 我也希望他这个课别整整一年 咱们 大半年的看能不能把这个课就给他上完了 另外他现在既然是开始 插考圣经 那每一次我们都会遇到大概二十节左右经文 如果我有时间的话 我也希望能把这些经文的原文呢 也把它整成一个史评 或者是把它分为两块了是吧 精选过的一些典型经文 在临程度上是挺长本事的 挺长本事的 就是他们这些 看到人一天到晚挂在嘴边的东西 也是他们聚会的时候最常引用的东西 等等等 我觉得是有必要去熟悉的 去熟悉的 也是这一次相当于一点课外作业吧 好吧 那就说到这么多 明儿的话 上午如果你有兴趣 如果你有兴趣的话 你可以来看我整理这些经文 包括录制视频 那中午的时候 从这里走到至少安亭 至少是赵峰路吧 我们来聊一聊明儿上午的收获 行那就先这样了各位 明儿中午见 拜拜